不知道 請大家密缺關心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六個人都已經表演完畢 在這邊呢 主持人要跟大家說 就是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很 很開心的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可是因為我們 最近真的是 七點的時候 報名就已經 就已經完成了這樣 所以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 暑假 我們已經 現在確定了 我們要加開這個 唱作劇家這個節目 那他很特別 他叫唱作劇家蟑螂版 蟑螂 蟑螂 蟑螂就是一個 以人類還要偉大的一個生物 他就是我們後面的 這一條小巷子 那因為他都是蟑樹的關係 然後一個蟑螂 然後所以我們暑假下開了 唱作劇家蟑螂版 那這個蟑螂版的主持人 就在我的右手邊 那叫黃哥裡的啊 那叫大家 好 對 那大家呢 就是詳細的報名辦法 我們會在近期就公佈在那個 邦華村的粉絲專頁 然後 就是他 他和這個形式又有一點落差 那可能是 比如說 你有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小時的演出 不一定要到 快一個小時的演出 然後 不見得你是什麼 創作歌手 只要你願意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會在那個 後面的蟑螂的地方 搭一個舞台 然後給大家一個表演的空間 所以就是 也很需要 那個大家幫忙 我覺得 就是 鐵花村到 到那個第四年 真的很不容易 像 有很多那個啦 很多朋友持續的支持 我們像剛剛 鐵花站啊 那個 大鬍子的老闆 然後還有 今天也有那個 歡歡二手書店的 那個朋友 來 來這邊 他們都是 很長期 我們凝聚這些 小眾 那些 集成的力量 然後到這個地方 晚上在這個地方 聚聚 累積我們的能量 那最後 主持人還是要唱一首歌 跟我剛剛說的話 就完全都沒有關係 他也是我們剛剛很 很推崇的一個歌手 叫理智的歌 叫天空之城 欸 十月十五號 大家一定要回去 好 這首歌叫天空之城 欸 接腳的 十月十五號 大家一定要回去 十月十五號 整理你的行李 然後 十月十五號到 臺東來 這個很難得的機會 很難得 其實我忘記著 其實我忘記著 我忘記著 躲一下高飛 躲一下的要回 天空只存在哭泣 越来越明亮的你 爱情不过 是生活的偏 折磨着我 也折磨着你 Oh baby 你借给我的喜爱那鲜鱼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看到妹妹 我们先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不忘的撕裂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你借给我的喜爱那鲜鱼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看到妹妹 我们先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不忘的撕裂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看到妹妹 你借给我的喜爱那鲜鱼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看到妹妹 我们先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不忘的撕裂了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有人路过那里 回来告诉我 天空只存在哭泣 无法呼吸的你 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 越来越远 在 天空只存在哭泣 无法呼吸的 天空只存在哭泣 我自己都覺得來到鐵花村除了當一個觀眾以外 你要是可以上台做眼球的體驗 我覺得一定讓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如果你們還想要有表演的舞台的話呢 都可以聯絡我們或是鎖定我們的粉絲專頁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表演到這裡結束 請大家可以再點一杯酒 謝謝大家